紫苏全身都是宝,那要怎么做才有好的价值呢? 炎热的夏天,紫苏和生姜才是绝配 这更是老一辈的传统做法,一代传一代 好处真的是太多了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一圈森林求关注 首先,我们挑选大一些,嫩一些的紫苏叶子,给它摘下来 紫苏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像我这样,一面绿色,一面紫色的 还有一种是全绿色的 不知道你们的紫苏是什么颜色呢? 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 在清洗紫苏时,我们需要加入一小勺食用碱,一小勺食盐 浸泡上10分钟 紫苏在生长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灰尘和杂质 浸泡好之后,我们给它清洗一下 紫苏是一种中性温和的食材 三福天尝试紫苏,对身体的好处非常多 洗干净的紫苏叶,我们放在壁子上,控出多余的水分 然后给它晾干 现在紫苏叶子也已经晾干了 取出一片叶子放在手心 像我这样子给它揉搓一下 这样可以更好地激发出紫苏的营养和气味 全部处理完毕之后,装盘备运 接下来准备一块清洗干净的生姜 不要去皮 因为姜肉是热性的,而姜皮是凉性的 二指携合在一起,可以起到中和的作用 切成细丝之后,装盘备运 接下来,再准备一碗大米 倒入适量的清水,我们把大米清洗一下 洗的次数不用过多,一到两遍就可以 清洗过多,容易造成营养流失 把糙米水倒在盆子里,可以用来浇花 一点都不会浪费 把大米控干水分,直接倒入锅中 现在我们开中大火 并炒并搅拌 把大米中的水汽给它炒干 一直炒到大米开始变得干嗦嗦的 我们就可以转小火 倒入提前搓好的紫苏 还有切好的姜丝 继续用最小火不停的翻炒 这个时间有点长,家里有老公的可以让他来帮忙 一起把大米炒至焦黄色 米香味十足 生姜和紫苏叶也已经充分的炒干 这样保存的时间更长 大家看一下,炒好的紫苏叶用手轻轻一捏就可以捏碎 像这样子就可以,放在一边给它晾凉 圈个好物,玻璃蜂罐 就可以把已经晾凉的紫苏姜米茶装入瓶中 夏天天气炎热,紫苏已已经大量的上市 趁着这个时间我们多做一些 做好之后放入吞风干燥处保存 放上一年都不会坏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具体怎么饮用吧 杯中加入两勺紫苏姜米茶 几颗清洗干净的枸杞 再倒入滚烫的开水冲泡 浸泡五分钟之后即可饮用 这样泡好的紫苏饮清香甘醇 紫苏味更是特别的浓郁 我们这里的老人都会每天早上喝上一杯 矜持喝上一段时间 你就会有惊喜的发现哦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